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却只能装作不知道怎么回事的被官方暂时埋葬的悬案 2012年的夏天 我在台湾的阿里山徒步旅行 除了尽情享受灵秀的山水景色之外 免不了要品尝一下人人称赞的阿里山高山茶 这里的茶行老板都很热情 他们卖茶的方式是一边泡茶给客人品尝 一边与客人闲聊 在茶行老板得知我总是在世界各地收集各种离奇诡异的故事之后 他若有所思的抬头思考了一下 随后告诉了我一个一直到今天 大家都相信谁是凶手 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逍遥法外的悬案 事情发生的时候是2002年 长相高大挺拔的小王正在自己岳父的公司里带着手下门开会 这个公司里面所有人都称呼他驸马爷的小王 凭借着出众的外貌 掳获了老板的掌上明珠独生女娇娇的芳心 入坠到了这个上市公司的老板家里 小王虽然从此一步登天 享受着令人羡慕的荣华富贵 不过也同时打开了小王淫乱的私生活的方便之门 娇娇对于这些事情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他的观念里 这些都只是男人的逢场作戏 更何况其中大多数呆还是对方的头怀送抱 娇娇也乐得在身边的姐妹之中享受当大姐的滋味 因为他吃定了小王离不开他 没了驸马爷的身份 小王充其量只能做个小白脸 是姐妹们的玩物而已 但是 这一次小王的行为让娇娇忍无可忍 因为这个叫美玲的女人 竟然已经跟小王稳定的交往快半年了 但是 这也不能证明美玲的失踪就跟娇娇有关呢 难道你讨厌一个人 你就必须为这个人的失踪负责任吗 警察局征讯事理的娇娇 也是这么反问远警 娇娇接着说 我爸爸的公司每年敲几个亿的税 就养出你们这种货色 证讯事里面的远警脸色轻一阵紫一阵 正在难看要怎么样继续盘问下去的时候 娇娇的律师到了 警察局里面另外一个证讯事 一名远警则是在盘问小王 尝试证实小王跟美玲的不正常男女关系 同时拿出了电信公司出具的通联记录 表明美玲失踪的那天早上 最后一个联络的对象就是小王 而且小王与美玲之间还长期保持着异于常人的通联频率 与内容淫秽的来往信息 简单说 就是见不得人的奸情 没想到小王竟然矢口否认她跟美玲之间的关系 小王义正言辞地反卫远警 密集的通信与亲密的对话 只能代表我与美玲真的很亲密 但亲密又不代表通奸 更不代表美玲的失踪就跟我有关 难道这世界上所有的亲密关系 都是为了要让对方失踪吗 如果不是的话 警察先生 你的推理从何而来呀 远警虽然将小王与娇娇隔离问话 但是一切都证明美玲手机关机进入失踪状态的那两天 小王与娇娇根本就不在台北 他们夫妻俩事实上在阿里山上面度假 小王手上的台北直达阿里山的车票存根 阿里山上面旅馆柜台的记录 餐厅的服务员 与卖零食遮光眼镜给游客看日出的小贩的印象 甚至是派出所旁边 银行提款机的录影存证 再再都证实了这夫妻俩所言不假 面对无懈可及的口供与精明干练的律师 远景开完会之后 只能摸摸鼻子 无奈放人 之后随着多次的不同政党执政 警察与检察机关的多次改朝换代 这件始终疑点重重却又说不清楚的失踪案 最终成为了没有人在乎的悬案 直到七年后 也就是2010年 阿里山上面一个天主教公墓的家属 在清理清人遗骨的时候 惊讶地发现棺材里 多了一具身上没有任何衣物的无名裸尸 经过DNA的比对之后发现 这具无名尸竟然就是失踪多年的美玲 一位年轻的李警官被指派去调查这件陈年旧案 李警官心想 一个住在台北的失踪的女人 怎么会出现在一个几百公里外的山里头 而且还是个没穿衣服的裸尸 这个叫做美玲的女人 生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李警官一边想 一边开车前往当年的主要调查对象 也就是小王与娇娇的家里面做拜访 想看看这对夫妻 对于美玲的尸体被发现有什么反应 结果在离他们的豪宅不远的地方 李警官偶然间注意到 一位石荒老太太身上穿的衣服 很有趣 也很突兀 因为那些大牌设计师设计的名贵服饰 与满脸沧桑的剪破烂的老太太的身份 落差实在是太大了 正在李警官拿出手机想拍照 发到网上当成奇遇笑料的时候 李警官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于是他赶紧追过去拉住那个剪破烂的老太太 李警官着急地询问这个一脸无辜又惊恐的老太太 你身上的衣服与头上的草帽是哪里来的 老太太吱吱呜呜的以为自己遇上麻烦了 李警官连忙道歉说 对不起 我是警察 不是坏人 我是在调查案子 我不会伤害你的 在李警官小心谨慎保证不追究之后 老太太慢吞吞地承认说 啊 这个衣服是多年前 在附近的衣物回修箱里捡来的啦 李警官想起来的是 这几天他翻看多年前的失踪案调查记录的时候 所有证人描述的小王老婆娇娇的穿着 就是这一身名贵的服饰 百货公司专柜的销售人员也证明说 这一整套服饰就是小王买了送给娇娇的礼物 难怪他刚才会对老太太的衣着感到眼熟 问题是 这么名贵的服饰 怎么会到了剪破烂的老太太身上 带着一脑子的问号的李警官决定 先不要打草惊蛇 他转向其他当年的证人 心想先把证据与口供都重新梳理一遍再说 于是他又找到了当年台北直达阿里山的巴士司机 阿里山上面旅馆办理入住的柜台服务人员 旅馆餐厅的服务员卖遮光眼镜的小贩 结果发现他们当年的口供不够严谨 很有问题 因为这些人所说的见过娇娇 严格说只是见过打扮的像娇娇的女人 他们口里面的娇娇 是个戴了遮住半张脸的特大号太阳眼镜与草帽的女人 也就是他们之中根本没有人真正见过娇娇的脸 李警官接着找到了发现公墓棺材里多了一具尸骨的家属 他们对于自己家里面的亲人棺材里多了一具尸骨的事情 依然很气愤 无法接受却也无法解释 但是李警官抽丝剥茧地询问他们之后 似乎又找到了一些让人难以置信的巧合 首先是美龄的尸骨是怎么进到这个墓园的棺材里的 李警官请家属回想一下 2002年也就是美龄失踪的那个夏天 这个时间点跟他们的亲人的墓有没有任何的关联 结果家属清楚地记得 那年夏天他们更换了坟上面的大理石盖板 因为原本的被地震给毁坏了 李警官进一步询问家属 那是哪天更换的 找谁更换的 结果家属的答案再度让李警官看到了破案的数目 家属说他们发现大理石盖板毁坏的时候 也不知道该找谁 于是很自然地就在他们平时联络用的 天主教友的聊天室里面询问 不但发了照片 也详细描述了坟的尺寸细节 结果很快就找到了熟悉这些工程的教友帮忙 没多久就把大理石盖板给换好了 李警官想要看看家属手机里这些聊天内容的时候 家属笑了 除了这已经是七年前的事情 谁会把七年前的聊天记录还留在手机里之外 家属更强调说 那些聊天内容也不在手机里 2002年那个时候 大家是在电脑上面聊天的 用的还是MSN 而且2003年MSN就终止服务了 过了几年 大家才把教友群转移到了脸书上面 现在到哪里去找那些聊天记录 不过 更换大理石盖板 前后一共花了三天 这三天家属倒是记得很清楚 李警官一听日期 心里有数 原来正好是美龄手机关机后失踪 小王与焦焦上阿里山度假的那三天 最后李警官问了家属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当初那个天主教的教友群里面都有哪些人呢 结果不出所料 里面竟然有焦焦 而且焦焦一直到今天都还在这个教友群里 经过一个星期的重新整理与苦思冥想 李警官大胆的推理出七年前的事情发展经过 2002年 那个时候的焦焦早就已经对小王与美龄的假戏真作 感到不耐烦了 正巧在当时的MSN教友聊天室里面 看到了那个询问更换大理事盖版的消息 于是焦焦利用了自己家里面的权势 威胁小王并且强迫小王配合 于是这夫妻俩就共同演出了这一出精心策划的 近乎完美的杀人灭口案 当天的情况是这样 美龄失踪的那天早上 最后拨了一通电话告诉小王说 自己已经到了约定的集合地点 小王出现之后 美龄很适向的听从了小王的要求 关掉了手机 冠冕堂皇的理由当然是 不要留下两人私会的证据 实际上却是断了追踪美龄手机信号的机会 之后小王拿出了送给美龄的礼物 包含有当季最流行的迪奥的连身裙 可以遮掉半张脸的路易威登的太阳眼镜 吉米洲的高跟鞋 还有一顶LV的巴哈马遮阳草帽 理由当然是小王为了表现对美龄的疼爱 但是小王没有告诉美龄的是 这些名贵的服饰是小王昨天才带着焦焦在百货公司的专柜买来的 名义上是送给自己老婆焦焦的礼物 也难怪专柜的销售人员会作证说这些衣服都是焦焦的 傻乎乎的美龄立刻就换上了这一身高贵的新衣服 高跟鞋大墨镜遮阳草帽 开心又满足的跟着小王一起搭上了从台北直达阿里山的大巴士 巴士司机对这个贵妻逼人的女人印象深刻 因为像这种打扮的女人应该是坐名贵的大轿车的 出现在这种长途大巴士上面那还真的是头一遭 小王与美龄到阿里山的旅馆办理入住的时候 美龄再次很事项的刻意回避离开了柜台去上洗手间 旅馆柜台人员询问小王是几个人入住 小王说两个 于是旅馆又要求登记另外一个人的身份证 小王故意装作有些不耐烦 伸出手指了指自己的身份证的配偶栏说 你瞎了 跟自己老婆一起住还要什么身份证啊 旅馆柜台于是就直接登记了小王身份证上面配偶栏的名字 当然就是娇娇的名字 办理完入住已经是该吃晚饭的时间了 小王与美龄进了房间放下行李就先下楼到餐厅 服务人员介绍完了晚餐的套餐内容 小王与美龄都很满意的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服务员对于这位晚上在室内还戴着墨镜与草帽的女士 也感到很特别 因此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小王与美龄愉快地享用完了晚餐之后 他们又继续赶到晚会表演的现场 准备观赏原住民的历史故事表演 途中小王到便利店买了一盒保险套 同时在派出所旁边的提款机取了5000块钱现金 提款机的录影留下了当晚他人在阿里山的铁证 欣赏完了晚会之后 小王与美龄心满意足地结束了第一天的行程 就在他们散步回旅馆的路上 小王趁着夜色对美龄下手了 可能就是活生生地掐死了美龄 随后快速地将美龄的尸体背到天主教墓园 那个正在更换大理石盖板的坟旁边 这个时候另外也来到阿里山的佼佼 早就已经把旧的大理石盖板已经被搬走 新的大理石盖板还没被盖上 因此裸露在临时遮雨棚下面的棺材给撬开了 这夫妻俩快速地把美龄身上的衣服全都脱了下来 把美龄的裸丝丢进棺材之后 再把棺材盖盖回去 随后又把现场复原 最后 娇娇把那一身名贵的服饰又穿回了自己的身上 随后 勾着小王的手 甜蜜又毫无破绽地 大摇大摆地回到旅馆房间去休息 直到第二天清早 被旅馆柜台电话叫醒去看日出 这夫妻俩若无其事地继续行程 小王与娇娇手牵着手 在去日出观景台的路上 娇娇还体贴地跟路边的小贩买了一支 临时的遮光眼镜给小王戴上 小贩对于眼前这一位一身贵气 自备大墨镜的贵妇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还帮忙他们夫妻俩拍了几张照片留念 最后 小王与娇娇在一起坐大巴士返回台北 同时间 公墓的工人也将新的大理石盖板送到了现场盖上 糊里糊涂地成为了掩盖美龄尸体的帮凶 到家之后 娇娇迫不及待地 把身上的衣服全都脱下来 丢进家附近的旧衣服回收箱 只不过娇娇没有想到 这些衣服并没有像她盘算的一样 被送去非洲在世界的另一头永久地死无对证 而是被一个紧破烂的老太太给穿到身上 小王与娇娇再度被请到了警察局 他们在征讯室 听完了李警官的推理之后 两个人都没有任何反应 不过 娇娇反问了李警官一个问题 李警官 你愿意转身下你的手机吗 李警官心想 自己行为坦荡 手机里面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于是将手机取出来 放在了桌上 娇娇啊 接着对李警官说 麻烦你把你手机里的社交软件打开 请大家看看里面有多少个聊天群组 有多少条未读消息 结果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大家一起见证了李警官的手机里 至少有几十个聊天群组 上千条的未读消息 这个时候娇娇追问李警官说 请问你手机里未读的上千条消息 你还会读吗 如果不见得会读的话 那么请教你是怎么确定 我就一定会读我聊天室里头的所有消息呢 娇娇一边说 一边将身边的小王拉起身 也不等李警官的同意 转身开门 就准备要离开甄讯室 最后 回头看了李警官一眼 接着说 我对你的想象能力感到很佩服 不过你没有证据 还把天主教友聊天室 说成了犯罪团伙 明天我就带着大家来找你自首 看看这些政商明了 哪一个你惹得起 茶行老板说到这里停了下来 喝了一大口茶之后 深深的叹了一口气 接着说 结果啊 当天晚上警察局长就带着李警官 到小王跟娇娇的家里面 登门道歉 言谈之中 李警官发现了一个自己早该注意到 却忽略掉的细节 原来 现在的警察局长 就是当初负责调查美林失踪案的承办警官 娇娇送客的时候 特意主动地跟李警官握手 同时啊 用手偷偷地指了指李警官旁边的警察局长 说了一句让李警官从此平步青云的 官场的治理名言 你如果想做包青天 我帮不了你 毕竟历史上包青天只有一个 我能够帮你的只有一步登天 证据就在你的身边 李警官不送了 祝福你 官影横通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